- 下半段 - 繼續 - 下半段 - 今天冷氣蠻正常的 - 還是因為挺秋天的 - 因為這禮拜入秋了 - 以節氣來講 - 二四節氣 - OK, 剛才三節講到二一四 - 那我們接著二一五五 - 二一五五 - 來進行一下Philanthropy - Philanthropy叫愛人類 - 因為phila就是愛的意思 - 那anthrop就是人 - 所以愛人嘛 - 所以基督徒說神愛是人 - 佛教說普度眾生 眾生平等 - 就這個意思嘛 - 所以這裡是Philanthropy - Philanthropy - 那Philanthropy 我們來補充一個字 - 叫做哲學 - 來進行一下Philosophy - Philosophy - 叫哲學 - 愛好智慧 - Philanthropy是愛 - Sophie是智慧 - 後來有一個女生的名字叫什麼 - Soph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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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智慧的意思 - Sophia - Sophia - 以前有一本書叫 - 蘇菲的世界 - 有聽過請舉掃 - 有啊 - 他在講什麼 - 有印象嗎 - 蘇菲的世界 - 如果你也喜歡這種思想型的東西 - 你可以看一下這兩本書 - 它是一個挪威的高中老師 - 為了他的學生寫的兩本書 - 蘇菲 - 為什麼叫蘇菲 - 因為跟智慧有關嗎 - 的世界 - 這兩本書呢 - 其實在講 - 哲學的歷史 - OK - 我讀的是這個版本 - 蘇菲的世界上 - 跟蘇菲的世界下 - 這應該是最原始的一個版本 - 後來他們都會再改版 - 哇 你看這個封面 - 又不一樣了 - OK - 蘇菲的世界 - 哇 - 還有這個是電影版 - 後來電影版是不是 - 我不知道 - 在這邊看 - 全球銷售超過三千萬本 - 蘇菲的世界出版二十年 - 作者最新紀念中文版序文 - 哇 哭屁啊 - 欸 這個你們看 - 還沒這麼久 - 我老了 - 因為是我在正大的時候看到 - 正大的時候二十歲左右 - 二十幾歲 - 那是一個十年 - 蘇菲的世界 - 我是看這個版本 - 最原始的 - 他是一個高中老師 - 因為他想讓他的學生了解 - 西洋哲學史 - 但是教課書沒有人想看 - 於是這個高中老師把它寫成小說 - 小說的形式 - 所以後來就賣翻全世界 - 這很有趣 - 很有趣 - 就是你本來的出發點 - 不是為了賣翻全世界 - 而是為了要讓你的學生 - 比較容易接受西洋哲學史 - 於是你寫了小說 - 結果最後寫完這個小說 - 全世界賣了幾千萬本 - 酷逼啊 - 所以巴黑特有講 - 做你熱愛的事情 - 然後做到熟能生巧 - 最後就會有人付你錢 - 叫你去做這件事 - 就這個意思 - 好 下面 - Philanthropist - Phil也是愛 - Anthrop也是人 - ISD也是人 - 所以愛人類的人 - 慈善家 - OK - 之前那個Bill Gates - 不是把那個冰桶淋在身上嗎 - 就是感受那個 - 劍動人的感覺 - 然後下面幾年加進去 - His father - 個 - His father - His father - Was a philanthropist - 是個慈善家 - 再來下面這個 - Philanthrop - 一樣嘛 - 它只是這個不同結尾 - Bibliophil - 然後跟我應該算是什麼 - Bibliophil - 愛書的人 - Biblio - 為什麼Bibliophil是書 - 雅虎 - 看得出來嗎 - 全世界最暢銷的一本書 - 叫 Bible - 叫聖經 - 所以書中之王 - 就叫 Bible Bible - 聽說美國總統就任的時候 - 他的手要按著聖經 - 為什麼要放在聖經上面 - 神聖的宣誓 - 基督徒認為這是很重要的一本書 - 最重要的一本書 - 沒有人可以叫聖經 - 只有他叫聖經 - 但這個年代不一樣了吧 - Photoshop 聖經 - 什麼什麼聖經 - 現在很多啦 - 這個小點心聖經 - 減肥聖經 - 什麼都可以 - 我們可以弄得自根聖經嗎 - 現在這個時代什麼都有 - 來 這裡是Bibliophil - Bibliophil - 就是讓人家覺得那是很厲害的 - 其實也是從英文翻過來的 - 因為是從英文開始有什麼Bible of什麼 - 或者什麼Bible - 於是開始有了中文的聖經系列的書 - 所以記得Sophia - 跟哲學有關 - 來 Jenny - 你知道哲學在念什麼嗎 - 玄學 - 有點關係 - 還有嗎 - 其他同學覺得哲學在念什麼 - 生命的意義 - 帶於創造宇宙機器之生命 - 就是講工作這樣 - 哲學其實念好多東西 - 一個叫知識論 - 知識論它其實是研究知識的知識 - 什麼意思 - 知識如何形成 - 人如何學習知識 - 知識如何系統化 - 什麼叫知識 - 定義一下 - 例如網路上找到很多叫做資料 - 整理之後叫資訊 - 在優化之後變知識 - 所以慢慢一步一步 - 一般都是road data - 都會在寫論文也是 - 那一堆原始資料是沒用的 - 因為經過不斷的去分析歸納歸納分析證 - 這個才有有用的資料出現 - 知識論之外還有一個叫美學 - 我剛剛講那個 - 我本來寫很瞎的 - 研究人的對美的觀感 - 還有一個叫倫理學 - 還有一個叫邏輯學 - 後來就粉科 - 你可以唸黑格爾的哲學 - 你可以唸存在主義的哲學 - 你可以唸佛學 - 你可以唸基督教 - 你可以唸會叫不同的宗教的經典 - 那我在政大念書的時候 - 我被問過最有趣的一句話 - 就是你哲學死了 - 下一句話就是 - 你要算什麼嗎 - 我們還真的會 - 因為我們有學易經嘛 - 所以今天帶來給各位看那個易經塔模 - 其他就是把那個算命的過程 - 簡化成塔羅牌的方式 - 如果要正統的易經的補掛方式 - 那是很複雜的 - 很複雜的 - 因為它要有一個一支一支的那個 - 然後上面要標 - 然後要一個很複雜的流程 - 那現在都簡化了 - 現在都簡化了 - 所以這個各位看一下滿有趣的 - 來 216 - 不過我覺得那個是一半一半 - 什麼叫一半一半呢 - 剛才夏克跟雅虎在討論 - 有時候Tiki - 該信就要信 - 但不要明信 - 就是參考 - 相信不明信 - 所以一半一半 - 那另外一半是什麼呢 - 剛剛說了嘛 - 觀世一菩薩說求人怎樣 - 不如求己嘛 對不對 - 你最後還是得靠你自己啊 - 神在給你怎麼樣的威力 - 如果你不去做也沒用啊 - 對不對 - 但是如果你已經做到 - 聽說郭台銘就是這樣 - 郭台銘他會做很多的案子 - 他都是99.999% - 能做的他都做了 - 郭台銘是拜什麼各位知道嗎 - 關聖地局 - 對對對對 - 然後所以他說 - 他所有人做他都做了 - 盡人事了嘛 - 然後他就會跑去關公那邊 - 就說接下來就交給你了 - 那個0.001% - 就是神可以幫忙的啊 - 但是你要先把99.99%還長 - 那神只要那麼0.01%被過 - 那就過了 - 就是這樣 - 但是如果要面對99.9% - 就算你養了0.001%也沒用 - 也沒用 - 好 - 216 1年以上 - Phobia - OK 下面 - Dislike of snakes - Dislike of snakes - Or spiders - Is common phobia - Phobia跟恐慌症 - 剛才不是叫paranoid - Paranoid - 那個也是恐慌症 - 但實際上還有一個 - 比較口語比較白話的 - P A N I C - P A N I C - 來請你講panic - Panic 也是恐慌 - 也是恐慌 - 那其實這個恐慌來自於潘神 - 應該有講過嗎? - 潘 - 潘安的潘 - 以前有一個歌手叫潘安邦 - 他唱外婆的澎湖灣 - 如果你去澎湖 - 他一定會帶你去參觀潘安邦的故居 - 跟他外婆的故居 - 那邊有他跟他外婆的雕像在那邊 - 然後會放外婆的澎湖灣 - 這首歌很厲害 - 傳唱幾十年了 - 好 所以在那裡是panic - 那潘安請問是什麼人? - 美男子 - 剛好在西方的神話故事裡面 - 有一位潘神 - 也是一位美男子 - 可是這位美男子很喜歡誘拐什麼? - 良家婦女 - 所以他只要一到人間就會作亂 - 所以人們一聽到潘神要來了 - 就怎樣? - 就恐慌 - 所以這個字是pan加ic - 形容詞結尾 - 在那裡是panic - 就這麼簡單 - 好 - 好 - 所以回來phobia - Paranoid - Panic - 各位都知道了 - 那怕光 - 來請一下photophobia - 當然phobia - 當然phobia - 當然phobic - 當然phobic - OK - 所以這根害怕恐懼 - 就換了 - 二一七 - 一經也叫complex - 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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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申請跟應用 - 在這兒 - 不少可以拍一下 - 申請跟應用 - 申請跟應用 - 好 - 好 - 第一個字來請一下apply - 申請應用 - AP 叫去 - PLY 叫用 - PLA - PLE - PLI - PLO - PLU - 什麼代換 - 母音代換 - 然後來擴張 - PLY - 所以變成了雇用這個字 - 來請一下employed - OK - 所以雇主 - 例句一下employer - 僱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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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K - 就這麼簡單 - 所以ER 代表老闆 - EE 代表員工 - 那為什麼EE是員工呢 - 因為通常EE有被怎麼樣的意思 - 所以它是被雇用的人 - 好 - 然後你看到EE結尾 - 都是被 - 被 - 被怎樣 - 就是人或物 - 不一聽 - 好 - 學習的過程當中 - 去歸納跟整理很重要 - 雅虎現在大概幾 - 多少次更熟悉了 - 一台多 - 一百多 - 多到多少 - 一百、一百、一百七 - 一百、一百七 - 到兩百的時候 - 你就會發現 - 更神奇的事情就會發生 - 你還沒來的時候 - 我們有講 - 每天1.01的進步 - 連續365天 - 最後會有3780倍 - 每天的話 - 因為負利的計算 - 每天0.99 - 連續365天 - 一年後會剩下0.03 - 3% - 白話的說法 - 每天快樂多那麼1% - 一年後你會有3700倍的快樂 - 那很恐怖耶 - 每天少那麼一點點快樂 - 一年後你會只剩下3%的快樂 - 好恐怖喔 - 所以 - 以前有一個很有名的作家 - 現在都在美國了 - 他寫過 - 一篇文章 - 是劉庸嗎 - 那個 - 然後你有聽過劉優嗎 - 聽過 - 聽過 - 現在他都不在台灣了 - 現在是他的兒子都出來了 - 兒子在台灣了 - 對 兒子在台灣了 - 是劉優嗎 - 還是我記錯了 - 他是很早期散文的作家 - 在台灣很有名 - 寫了滿多什麼 - 超越自己系列的書 - 是劉優嗎 - 是劉優嗎 - 應該是侯文勇 - 還是我記錯了 - 是侯文勇 - 侯文勇寫過一篇文章 - 叫做賤 - 或賤賤 - 不是罵人 - 是那個賤賤 - 他說一切都是怎樣 - 賤賤改變的 - 在不知不覺當中 - 他說 - 他說 - 這個 - 有一個人經營社勤酒店 - 然後他很得意誇自誇 - 旗下領獎都是大專程度 - 這個侯文勇就很好奇了 - 知識分子怎麼會從事社勤陪酒行業 - 不免好奇 - 他就問他 - 他說 - 其實很簡單 - 我刊登廣告 - 徵求大專程度以上快進 - 應徵者必須減去學歷證書 - 然後他就跟這個朋友說 - 你刊登不實廣告 - 又騙應徵上面 - 他說 - 我們的會計薪水比別人高 - 沒有錯 - 不過每一個小姐一來 - 我們說得很清楚 - 我們這裡確實有色情陪酒 - 不過領會計的薪水 - 只能做會計的事 - 跟裡面的陪酒小姐不一樣 - 絕不強迫 - 所以他就很放心的來當會計了 - 可是當會計沒錯 - 日子久了 - 和裡面端盤子的小姐 - 熟了 - 大家一樣大專畢業 - 好溝通 - 忙不過來 - 幫忙端個盤子送送酒 - 這也是常有的事 - 這時候我告訴小姐說 - 你看 - 當會計領一萬二 - 端盤子送酒 - 薪水兩萬四 - 端盤子不用陪客人 - 又不是什麼壞事 - 要不要乾脆領兩萬四 - 好像端盤子不會怎樣嘛 - 就變兩萬四了 - 所以講個幾次呢 - 有人就開始領兩萬四 - 俱樂部的規定 - 端盤子的小姐 - 不准坐下來陪客人喝酒 - 這樣和坐台的小姐才有區隔 - 端酒就端酒 - 陪酒就陪酒 - 可是日子一久了 - 客人熟了 - 也會一時一時要求喝點酒 - 剛開始總是不願意 - 但是熬不過喝一杯 - 說是站著喝 - 一開始喝就好辦了 - 好 見嘛 - 只要喝了就好辦了 - 站著喝酒一樣兩萬四 - 坐著喝酒四萬八 - 有聽懂嗎 - 所以呢 - 客人給的小費還不包括在裡面 - 一樣是大專BA - 為什麼賺的免費很少 - 就有人勸他呢 - 人都在裡面啊 - 外面的人誰知道你 - 是端盤子還是坐台的 - 就這樣一步一步一步的 - 就慢慢的慢慢的就變成賠酒了 - 所以這個文章當然這個舉例呢 - 並不是很好 - 但是呢 - 它是一個負面的舉例啊 - 但是它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 不管是好事或壞事 - 都不是一次突然變成的 - 都是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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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的 - 不管好事或壞事 - 如果你可以培養自行的能力 - 就是我好像正在往哪一邊怎麼樣 - 或往哪一邊怎麼樣 - 那你在那個過程當中提醒自己 - 好像有做案喔 - 或好像有這樣喔 - 那你就會自己提醒自己 - 該繼續還是該停止 - 這很重要 - 這很重要 - 大部分人是沒有的 - 所以那個酒店大亨 - 跟侯文勇分享 - 漸漸 - 就這樣 - 也就是都是累積來的 - 都是累積來的 - 下一個跟Yahoo在聊天 - 最後我們的結論是 - 天道不可為 - 天道不可為 - 其實我以前很tiki的 - 後來可能年紀越來越大有差 - 就越來越相信那個 - 不可逆勢而為 - 反正一定很難成功 - 下面叫Pollywood - 多層嘛 - 所以甲板 - 再來Pollocation - 其實這個複雜還有一個字 - 叫Complica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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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 - 艾維爾是不是有一首歌 - 就叫Complicated - 來請你一下 - Complicated - Complicated - OK - Complicated - 中間它的字根 - 是不是就是pli - 所以把所有的東西用上去 - 哇 搞得好怎樣 - 好複雜喔 - 對 - 好 - 聽說有一個哈佛MBA的畢業生 - 到了一個度假小島 - 然後碰到一位漁夫 - 看到這個漁夫在釣魚 - 他就問他說 - 漁夫 - 你早上釣魚下午釣魚 - 這樣一天釣幾條魚 - 漁夫說 - 一天大概釣三到五條魚 - 他就跟著漁夫說 - 你這樣賺錢太慢了 - 怎麼樣 - 怎麼樣會比較好 - 你應該把漁船弄大一點 - 一次找五個人來釣 - 對不對 - 一天就可以釣三五十五 - 五五二十五 - 二三十條魚 - 哇 這樣賺錢比較快 - 漁夫就說 - 然後呢 - 他說那釣了 - 越多魚 - 漁船就會買越大 - 漁船買越大之後 - 你可以就怎樣 - 開工廠 - 開工廠之後呢 - 就可以做魚罐頭加工 - 好 - 魚罐頭加工之後呢 - 就可以行銷全世界 - 行銷全世界之後呢 - 他說你就會有空 - 來釣魚了 - 然後那個漁夫就說 - 那我們現在就在釣魚了 - OK - 好 再連嘴 - complicated - complicated - 很有趣 - 一個循環回來 - 那我們現在就在釣魚了 - 所以 complicated - 所以有人說氣管是把本來很簡單的事情搞得很複雜 - 有人這樣講 - 都要小心兩難 - 然後下面 218 一起點一下 police - 好 一起點一下 necropolis - Necro 跟死屍有關 - 那墳墓 - 這怎麼冒出一個字 - 這個字刪掉 - 好 - 然後下面 - 有禮貌的 - 一起點一下 polite - 這個 police啊 - 其實跟政策哪一個字啊 - Policy - 應該是跟這個字比較有關係 - Policy - Policy - 那這個政策各位記得嗎 - 我們在127888 - 還有 Yahoo 感謝你啊 - 現在越來越多同學用這個 YouTube 上面的 - 現在越來越多了 - 而且 Yahoo 如果你有去看 Yahoo PO的這個資料 - 他連什麼都放上去了你知道嗎 - 講義海池 - 海池APP - 你一定是用安卓的對不對 - 都可以啦 - 都可以 - 所以這是都可以是不是 - 這是安卓的啊 - 安卓的嗎 - 安卓的嗎 - 不見了耶 - 所以你可能要更新一下好了 - 因為沒有iPhone - 對 - 你可以放那個海池本身啦 - 好 - 海池本身不是有這個 - 手機板 - 那你就放這個連結 - 就兩個都有了 - 好 - 對 你看他連這個 - 那希臘羅馬神話故事本來有啦 - 但後來因為版權的關係被封掉 - 如果你們想看我可以把 - 因為我有買那個正版的DVD - 我可以轉影片私底下回家 - 好不好 - 因為他不能公開 - 其實那個你知道去哪裡買嗎 - 家樂福 - 如獲至寶你知道嗎 - 賣199 - 因為他是那個庫存清倉 - 沒有人要買的那一區 - 然後這邊翻翻翻 - 哎唷 199 希臘羅馬神話故事 - 比原價5、600還是6、700等 - 然後他清倉199還是299 - 當下立馬果斷買下來 - 然後連這個劉正老師的這個自根 - 馬上讓我放在這裡 - OK - 現在越來越多人在看 - OK - 感謝你 - 辛苦了 - 好 - 好 - 這是累積的嘛 - 以後就是一直在網路上都找不到了 - 好 - 所以我百年之後你還在 - 只要網路還在 - 他就在 - 好 - 這樣就有一點點貢獻了 - 對不對 - 有一點貢獻 - 好 - 好 - 因為遲早人都會百年的嘛 - 對不對 - 一二七八八八 - 我現在正在想 - 我的網站之後如何有人繼續接手經營下去 - 如果各位有興趣歡迎告訴我 - 因為我慢慢做氣管顧問的東西越來越多好 - 英文的部分就越來越少 - 你看我的網站 - 今年年初是280萬 - 年初喔 - 現在是9月了嘛 - 大概不到10個月 - 現在是290萬 - 也就是一個月大概1萬的瀏覽量 - 這是在不達任何廣告的狀況下 - 自然形成的 - 自然形成的 - 一天現在大概1000多的瀏覽量 - 好 - 因為就是10年累積下來的 - 好 - 所以這個資源請好好利用 - 打神話 - 我們之前應該有講過 - 再複習一下 - 神話 - 好 - 所以神話神話 - 有一篇這個 - 奧林批斯十二祖城 - 月神 - 長蛾快到了 - 對不對 - 然後呢 - 最下面 - 就下面 - 好 諸神奇人 - 應該有印象吧 - 可是我大兒子現在都快五歲了 - 你們家棒棒長幾歲了 - 七小三 - 哇 - 已經小三了 - 超快的 - 你有沒有發現看小孩長大 - 就一直感覺自己老嗎 - 不承認 - 不承認 - 不承認也不行 - 因為天道如此 - 天道如此 - OK - 我一晃著 - 因為兩個小孩在那 - 我說下一次你再默然回首 - 他們已經要結婚了 - 他們已經要結婚了 - 就要結婚 - 默然回首 - 已經要結婚了 - 下面 - Cosmopolit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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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非常有趣 - 這是《易經》的哲學 - 所以身為華人的後代 - 不要犯政治話 - 身為華人的後代 - 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讀一下《易經》 - 因為《易經》裡面有很深的道理 - 一輩子學不完 - 什麼道理呢 - 秩序是從混亂開始的 - OK - 但是台灣政治一直混亂 - 你不知道為什麼 - 一直沒有很有秩序 - 開始有秩序的感覺 - 這裡是Caos - 那不過理論上 - 理論上是何久必分分久必合 - 那Caos 混沌變成了Cosmos 宇宙 - 在神學的說法 - 是神說有光與世有光 - 在科學的說法叫Big Bang 大爆發 - 在神話的說法叫混沌 - 中國人傳說的說法叫韓谷開天 - OK - 所以後來變成什麼 - 一直也叫Policy - Police - Politics - Politician - OK - 管理眾人之事 - 管理眾人之事 - 管理眾人之事 - 然後這218 - Politic - Politic - 其實就是什麼 - 政治啦 - 政策啦 - 有禮貌啦 - Politico - 所以你看政治跟有禮貌有關耶 - 跟現況不太一樣 - 219 - 請問一下Primac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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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位 - 第二個叫Primarily - Primarily - 起初 - Primarily - 那這個下面我們先例句好了 - Primarily - 個 - Primarily a teacher - She later became a writer - 像剛才講那個侯文勇 - 侯文勇本來做什麼 - 可不可以講嗎 - 醫生 - 她是麻醉師 - 麻醉師是很專業的領域 - 因為她要在那個大的手術的過程當中 - 要在脊椎打那個麻醉症 - 所以那個稍有散失的話 - 會全身癱瘓半身癱瘓的 - 很專業的 - 但她一直想當作家 - 所以不是我們有困擾 - 每一個人都有困擾 - 侯文勇 - 給她當醫生 - 她當專業麻醉的 - 麻醉科醫師 - 她還是想當作家 - 她不想當醫生 - 雖然她後來寫了一些什麼 - 大醫院小醫師 - 有沒有 - 白色巨塔等等 - 這些東西 - 可是最後她也在掙扎 - 她也在掙扎 - 到底要當醫生 - 還是要當作家 - 最後聽說 - 她給她自己最後一次機會 - 她跟她老婆說 - 我參加一次那個閃文比賽 - 如果這次閃文比賽 - 我有得獎 - 我就放棄醫生 - 我專心做作家 - 如果這次都沒有得獎 - 我就專心當醫生 - 不要當作家 - 不要再做這個作家的夢 - 結果你才發生什麼事 - 她得到佳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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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到底有沒有得獎 - 有 - 她說有 - 她說酸有 - 她說酸有 - 她最後就放棄醫生 - 專心寫作 - 現在後來還是有出了幾本書 - 前陣子叫請問侯文勇 - 滿有趣的 - 下面一幾年叫Primary - Primer - Primental - Primental - Prime - 後來這個Prime - 出現在很多地方 - 好像有一個9的名字 - 就跟Prime有關 - 如果你有注意看 Prime,Prime,Prime - 因為她跟主要的最好的 - 你看Prime最好的 - 那在電視上面叫什麼呢? - 來請問一下Prime Time - 台灣的電視黃金幾點檔? - 電視黃金幾點? - 八點檔嘛 - 八點檔是最重要的這個時段 - 如果是小朋友的話應該是六點檔 - 就是放學回來看卡通 - 如果是一般家庭主婦 - 家庭裡面的Prime Time - 所以為什麼 - 為什麼 - 為什麼有一個說法 - 叫做Sulp什麼? - Opera - 要一直念一下Sulp Opera - Sulp Opera叫什麼劇? - 肥皂劇 - 為什麼連續劇叫肥皂劇呢? - 因為在美國剛開始有電視的時候 - 看戲劇的那一群人 - 通常都是在家裡面的誰? - 媽媽 - 那這一群媽媽最需要的產品是什麼? - 肥皂 - 就是洗衣服啊 - 洗澡啊 - 洗頭啊 - 這些肥皂用品 - 清潔用品 - 於是這時候的廣告贊助商 - 大部分都是賣清潔用品的 - 所以這些戲劇就被戲稱為 - 在臨時Sulp Opera - 叫肥皂劇 - 從之以後 - 連續劇就叫Sulp Opera - 就叫肥皂劇 - 這是有典故的 - 好像是在70年代 - 在美國形成了這個概念 - OK - 這個都是跟當時的文化或氛文有關 - Prime, Prime, Prime - 那這個Prime最初原始 - 你可以聯想一個字 - 叫做王子 - 哪一個字? - Prince - 那王子為什麼是主要的啊? - 王子為什麼是主要的啊? - 王位提醒 - 對啊 - 國王下來最主要那個人嘛 - 清朝不是叫阿格嗎? - 哈哈 - 阿格嘛 - 就是他嘛 - 但是起阿格要結尾 - 是十四阿格 - 還是乾四阿格 - 清朝搶皇位的戲碼 - 我有一個博士班的教授 - 他很酷啊 - 為什麼? - 因為他在美國念博士 - 結果呢 - 他碰到海地王子 - 各位 - 海地並不是一個很有錢的國家 - 也不是一個很大的國家 - 但是呢 - 至少人家也是個什麼? - 王子 - 王子 - 王子 - 對不對? - 沒想到十幾年過去了 - 他們美國的博士班同學 - 竟然接到邀請函 - 什麼邀請函呢? - 他說 - 各位博士班同學們好 - 我是當年的海地王子 - 那我即將呢 - 在明年 - 國王登基大庭 - 欸 - 你這一輩子有沒有機會碰到 - 你的同學當國王呢? - 有機會嗎? - 應該很難喔 - 不是不可能 - 有可能 - 我差點那個你知道 - 插身而過 - 跟誰? - 威廉王子 - 就是前一陣子結婚那個威廉 - 我在英國唸書的時候 - 威廉來我們學校參觀 - 他在選 - 因為他也想念藝術史相關的科系 - 那我唸的就是藝術史的 - 他在選兩間學校 - 一間就是我們的學校 - UEA - 任務學校 - 排除牛津劍橋 - 或是前兩旅 - 全英國第二名 - 就輸給一家 - 蘇格蘭的皇家的貴族學校 - 叫做聖安族 - 聖安族 - 結果沒想到 - 他竟然給我選聖安族 - 他如果選我們學校的話 - 欸我同學就是威廉王子 - 對不對 - 結婚應該要邀請同學去嘛 - 是不是 - 我一直在幻想 - 如果他是我同學的話 - 我一定叫他寫一封 - 密函還是特函有沒有 - 到英國的時候應該走密道進去 - VIP - 幻想 - 做不到可不可以幻想 - 可以嘛 - 可以幻想嘛 - 是不是 - 作家就是很會幻想 - 他可以寫出別人想不到的東西 - 就這樣擦身很過 - 擦身很過 - 結果這個教授呢 - 他真的是海地王子的同班同學 - 在博士班的時候 - 最後他真的去參加他的登基大典 - 酷逼啊 - 酷逼啊 - 對不對 - 你一個人的一輩子 - 能碰到幾位王子 - 是你的同學 - 而且還登基大典 - 酷逼的啊 - 我再講一些這個海地他觀察到的事情 - 以後有空再講 - 來 220 最後一個啦 - 一起念一下 - Radical - Radical - R-A-D R-A-D - R-A-D R-O-T - 其他就是哪個字 - R-A-D 就是 Roots - 是不是有一個加拿大的運動服品牌 - 叫做 Roots - 它的圖案好像是一隻水 - 水踏是不是 - 海踏是不是 - 這個字應該念踏吧 Rudurator - 古代有一句話叫 - 斬草 - 不除根 - 春風 - 吹有聲 - 所以古代皇帝如果 - 你冒犯他 - 連誅 - 久足 - 為什麼要連誅久足 - 傻瓜 - 免得有人來造反 - 所以中文裡面 - 其實有很多話很有意思 - 叫三十年後 - 又是一條義九號案 - 因為通常到三十年 武功、人脈、資源、各方面累積到一定程度了 要造反比較有條件 20歲還不夠 大概30歲 所以孔子說三十而立 Johnny Seix 記得嗎 Johnny 孔仲 Johnny Johnny Seix 三十而立 再聽一次Radical 所以連根拔起 後來是不是在日本料理裡面有一個東西 吃炸物的時候 他會給你日式的醬 然後還有一些白色的泥狀的東西 那個是什麼 蘿蔔 日本 日文叫大根 不是吧 胎口 大根就是這個白蘿蔔嘛 因為白蘿蔔是根莖類的食物 所以它叫大根 再聽一次Radical 然後例句部分 This development is gone This development have effected This is a radical change in social life 產生了根本的改變 根本的改變 OK 很快的我們家裡有無人車可以坐 以後你家屋毀就沒有人開了 就自己過來了 如果你敢坐的話 好 下面一節叫Radicaly 叫Radicalness Radicalize 所以其實就是根本的嘛 激進的 所以連根拔起 所以以前的皇帝斬草族跟連朱九族 如果姓王的冒犯他 他就把姓王的怎樣 殺光 堂表兄弟姊妹全殺光 那百姓有這麼笨嗎 沒有 所以皇帝派人追殺過來 他說我姓汪 汪知道嗎 往旁邊加三點水 我姓汪不姓王 所以你不能殺我 然後被騙一次 那個 就算了 不會被騙三次嘛對不對 後來連汪的一起殺 後來聽說姓汪的在改姓 有 有有的有 在百家姓裡面 結論 姓王的跟姓汪的跟姓游的 根本就是同一個家族 所以如果人家從姓 姓氏的姓去分辨來源的話 其實是沒有用的 因為他裡面有混 其中混的一個原因就是 為了避免被皇帝追殺 因為把姓改掉 聽說姓王的可以追葬那個 封神堡的筆竿 姬氏 女跟陳姬 姬氏後來傳下來姓王的 因為在一個地方有封侯 所以就姓王 幾千年前嘛 就這樣 好 今天的資格來總複習一下 後面還有人要展課嗎 應該要不要 好 那我們就聚餐可以 如果需要的話 還有提前告訴我 好 那我看一下 聚餐會在這附近呢 還是都可以 待會兒可能會 國共請教前面的人會是大公司 就是說 像如果主管那邊 其實地下室有產品 不知道國共可以 港式飲茶 對啊 有些那個 港式飲茶 還有這個Pasta 就適應地加利 有餐的 所以說就是簡單 就不就近他才 對 就近這附近 好 那如果不就近的話 如果不就近 我提供另外一個offer給大家 好 就是因為我這個 去年 還是前你忘記了 就是我有辦公益讀書會 這個 我們讀一本書叫 當和尚遇到鑽石 這是一本很棒的書 各位可以去讀一下 它其實整本書都在講佛景 大概講金剛景 但是它整本書都不讓你覺得 它在講金剛景 這就是很厲害的書 它在講一些鑽石公司的故事 現在已經有鑽石大學 這個很厲害 發展成一個大學的概念 我們讀這本書 那時候一個人繳了1200塊 那時候有20個人參加 收了2萬多塊 那這2萬多塊 我們全部去買那個喜憨兒基金會的禮捐 就等於2萬塊已經捐給喜憨兒基金會了 但是我們要換到什麼 禮捐 那這2萬塊的禮捐呢 我們就要用在公益方面 所以我們有聚餐的一次用掉了 然後上次我忘記還有什麼活動用了一次 那所以還剩下1萬多塊 所以我們是公益的課程嘛 所以如果有這個持續來上課的同學 我覺得要鼓勵一下同學啦 所以如果不在這附近 可以去喜憨兒的餐廳 當然可能那個交通時間就要算一下 在南台北市都會上那個喜憨兒的網站 它在全台灣其實有幾間餐廳 但是要事先訂 我們上次那個克亞講師 股東大會 我們就把一家那個下午茶的全部訂了 因為它其實只有不到20個位置 所以我們今天就偷包了 那一場不是用這筆錢 那一場是用另外一筆錢 就是之前有那個不是南部地震嘛 那我就有說這個要捐錢嘛 那時候就有捐了一筆錢 所以又捐錢又擁有那個禮捐 這叫槓桿接力 錢捐出去我們還要禮捐可以用 但是這個禮捐限制僅用在公益方面 所以鼓勵大家有來上課 所以到時候就可以用這個錢 OK 好 就在我們這個攝影機的包包裡 所以各位以後如果有公益的 只要是公益的活動 然後需要聚餐的 或者說你買 你需要買喜憨兒的禮盒或什麼 是公益作用的 歡迎跟我拿這個禮捐 就是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就是我們不要只是小我 我才可以用 不是嘛 是所有公益都可以用 所以譬如說學校這邊 如果有辦一些什麼樣的公益的活動 如果需要適合禮盒贊助 你就跟我講啦 我就給你禮券啦 你就去買啊 就適合啦 因為本來就有一兩萬塊的禮券在那邊 了解喔 OK 所以每一位同仁都可以喔 因為你們有來參與這個公益課 你們要做一件事 很簡單 不花你任何錢 就是把公益課的訊息怎樣 散播出去 這叫做讓愛傳出去 看過電影嗎 就這個嘛 讓愛傳出去 它是一個人幫助兩個人 兩個人在幫助兩個人 搞得好像傳銷一樣 其實不是啦 這是理念 就一個人幫助兩個人 兩個人在幫助兩個人 這樣 它根本就是讓愛傳出去 OK 好 再來複習一下 第一個Pedal 第二個Pedagogy Pedagogy 下面Petroleum Phytophagus Philanthropy Phobia Complex Necropolis Primacy Aradical OK 有問題 我沒有理解 拜拜